你要说到这个历史驱途的不确定性 如果像你刚才说那个朋友说的那样 我觉得他还会继续失望的 比如三星堆他会失望的 因为他这种概念就是标准答案式的 就是这种教育模式下 培养出来这样一种思维 我刚刚教了一本新书稿 关于三星堆的 就谈三星堆的问题点 那这个不确定性大的呢 现在说到这个三星堆的意志性 就是说现在基本上有两大这个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是认为呢 这是三星堆有三种有三种因素 第一种投注因素 这是本地的 从这个比它更早的保证文化过来 这大家都是共同的 第二种也是两种观点 都认为是共同的中原因素 不管是从汉中那边过来的 还是从辖江这边 过来的中原因素 但是就是一种观点认为只有这两种因素 没有什么外来因素 尤其是域外因素 实际上在当时呢 中原也是三星堆人的域外 就是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中国观念 对 所以说有学者就认为没有 除了中原之外 没有外来因素 另外一种观点就认为中原以外 还有一种 当然有人认为是南亚 有人认为是西亚 像我们这种 像我这种片以保守的 就认为到现在为止 我们不能排除有外来因素 进入的可能性 但是它从哪来的 不知道 现在的真正不足以 对 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基本上是这样 基本上是这样 可是现在的情况是 今年新出土的东西 已经开始被作为一个成果 大范围都在给大家宣传 就是我当然指的不是说 真正的学术上的成果 而是它是一种 咱们新发出来了一个宝贝 快来看一看这个黄金面具 所以其实大家 就是最普通的层面上 我们在能在 比如其他的各种 这个社交媒体上刷到的时候 看到的是这种 对 就是大家关注的 还是那些奇奇怪怪清通器 然后我们这些学者呢 我们感觉他尽管有一些 前八十年代那两个坑里边 没有的 但是总体况下 没有超出我们以前 对三星堆的认知 我们更关注的是 这一群人 他的大的背景困难 就是这一些 他这整个他背后的 许多许多这个动因 他那个就是那几个 器物坑所代表的 这个高动发达的 祭祀活动之外 这么一个可以被称为 都议的大的中心俱乐之外 马上就是村落 也就是说他是扁平化的 根本就没有一个复杂的社会 层级结构 层级结构 是这样的 就他那种 他那种这个 意志形态实际上也跟 长江流域的差不多 就是充满了 就是弥漫着 巫术色彩 就是说 有没有 就是中国历史 有没有另外的可能性 我认为 没有 没有 因为这个 我们知道就是 从多元到一体 那个过程中 最初 你看这个 无论是这个 梁祖还是长江中友 曲家里 石家和 还是这个三星堆 都弥漫着 浓重的 无数色彩 北方 这个洪山文化 什么的 到这后 痛痛剔除 退出历史舞台 最后起来的 还是 中原微中心的 注重功利的 注重世俗的 注重中法的 注重即是祖先的 这帮人 起来了 这当然是个简化的 首先 北方的农业生产技术 不能使用在南方 对吧 北方是旱做农业 南方是 以水稻作业为主 那连这个都不一样 你怎么带去什么 先进的生产技术 当然是不一样的 连牛都不一样 北方是黄牛 南方是水牛 也不是你带去的 那当然都是南方自己的 所以 所以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论述 它的要害就在于 随着国家 就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要说到 是个重大话题 我们就长话短说 就是 就是因为过去的 这个叙述的核心 就涉及到 古代历史里边的 那个正统论 是因为说汉语的 以洛阳 或者整个中原地区 为中心的 或者以这个地方 为政治中心的 这个王朝因为迁到了南方建立了所谓的六朝 而同一时期的北方是说其他语言的不同的人群在作为统治集团 就好像北方就变成了一个野蛮的人群的地方 南方是文明保存的地方 因此政治中心 政治史的叙述的 这个重心就移到了南方 也以六朝史为主 就 既然说到六 既然说到这样 就要顺便就要解释他们的后来给历史创造的 新的 新的这个成就 这个成就就是改造了南方 这不是一种简单的逃亡 不是一种简单的避难 而是一种 文明的扩展 对文明的扩展 把中原的文明 把黄河流域的文明带到了长江流域 带到了更南方 所以就整是整个华南 就从蛮夷之地变成了华夏人的中心家园 那要完成这样一个叙述最大的难题 就在于要说明他们真的做到了这样 他们是他们做的 包括包括这些这个农业技术 包括人口 对吧 也就是说南方人都是他们的后代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去了泉州 还后来也去了 就是在南方很多地方 包括像泉州这样的这个这个历史上曾经非常发达的城市 这个北人难来的这个说法非常坚固 对 就是闽南广这个所谓客家人的这个说法 这些当然都已经早就被近年来的研究者都已经 对 对对提出质疑 对不只是质疑 对不只是质疑 对对 就是解构了解构了这些说法都意义不大 对 南方人有没有北方人的这个血统呢 当然有 但是你要说都是北方人血统吗 怎么可能 绝无可能 绝无可能 南方就是根据现在学者最乐观的估计 北方去了南方多少人呢 几百万人 嗯 可是可是南方不是几百万人 对对对 对对对 可是历史是怎么样是一回事 如果我们只看泉州的话 至少在今天的泉州 他们是真的认为自己是 人们相信是一回事 历史真实的状况是另一回事 我同意这个要分开 甚至 甚至从很大意义上来说 所谓的认同政治 认同文化里面 讲认同是更重要的 就是说我相信我是什么 这是更重要的 你不要来测我的DNA 你不要来去研究我的过去 我说我是谁 这是更重要的 嗯 那当然我同意在这个意义上 但是不能不能不能 如果大家都是 嗯 因为我怎么说 或者说认同 我们知道认同和历史叙述本身是流动的 是会变化的 就是说我想就是 那个比方是什么呢 他们就说 这个将冠之写 我觉得这个关键就在于 他已经设定了那些基本的那些前提 那些前提都是可疑的 不是 这是一个结果啊 不是不是 这是一个结果啊 就是说 那么一些多元的 那么一些争斗啊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 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啊 到最后 就是事实上他胜出了 事实上他胜出了 你也不能认为他退出了 这个过程当中有许多的变化 这个这个你不能说是原来那个力量 他原封不动的 他排除了别的 别的都不再存在 只有他 不是的 在这过程当中 大家大量的相互吸收 和内在的变化 对 那就是说 内政作为强色文化 后来碾压了 一直到秦汉帝国啊 他说碾压了这个 周围的这些 这也不能用碾压 这都是历史叙述的结果 事实上都不是 事实上他已经大量的吸收和改变 或者是渗透 对不对 无所谓渗透 他就必然要大量的改变自己 也重大的改变 就是 所说的那种说征服者被征服者所征服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你可以在一时一地的军事或者政治行为当中所谓的碾压 但是从历史意义上从文化意义上不存在碾压 因为反过头来就进入力 因为我们历史叙述呢 就是两块 一块呢就是华夏主干 这是一个坚硬的传统 另一块就是华夏主干不断的在扩张 然后形成了今天的这个 它是在扩张 但是扩张的过程本身是变化的过程 因为扩张有接触 接触就有变化 为什么 为什么三星堆这么意外呢 是吧 你也要跟那个地方 跟中原的 跟这个北方的联系的 那个西伯有关系 要跟他联系起来 实际上你要是 所以他的历史锻炼在很大程度上很难被接续 一旦发生重大锻炼 某个原因造成的重大锻炼 使得文化 大量的文化因素流失了 这个流失的因素 不能够进入到 已有的这个文化大大池塘里边 对 所以说三星堆这样一种社会政治结构 可能像中原我明白啊 这个整个相关有多大范围的 我也不同意这样说 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 反正历史是这样 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么一个 好像有这么一个大的线索 好像北方 特别是这个以中原 以这个西周代表的这个文化 所谓主干好像成长起来了 但是这个成长过程是个复杂的过程 这个成长过程本身是一个 是一个学习和吸收别人的过程 这个学习和吸收的过程当中 本身又来反复建立自己的历史 把别人说成是自己的一部分 把远方说成是自己的 这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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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种征服 一种反征服 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这样说 就是现在很多我们以为是地方传统的东西 它可能是这个中原文明和原来的 当地的意志的文明互相交融的结果 但是后来呢 因为这个中原地区的这个论述太大了 所以我们就说它就是一个地方而已 但是也许它原来有意志性的来源 我觉得这是毫无疑问 不叫意志性的 各自文化的丰富性那是不用说的 那是那是基本的 我觉得现在学术思维的基本前提 但是总在变 总在变 现在学术思维的基本前提 就是你承认各种地方性 承认各种多样性